记者王杰台南报道 无性男子一身运动装 不过却背着熊大包与神隐少女无脸男的背后包 让巡逻警员觉得很突兀 因此上前攀剪 结果在熊大包内发现多个吸持器与安毒 还有一罐凡士林 无难自称原本他是背熊大包 但是觉得无脸男背包也很可爱 在娃娃机店夹到后立刻就拿来用 早知道不要拿出来吸引警察 讯后警方将他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40岁的武男市高雄人 有毒品千科 因为担心吸毒被家人发现 因此坐车到台南投诉评价旅馆吸毒 打算11日离开旅社后再到台南观光 10日晚间在娃娃机看到神隐少女的无脸男 觉得很可爱 为了出游天心情投 他夹到了无脸背包后立刻拿出来用 不过无男理了一个大瓶头 脸上挂一副黄色运动墨镜 一身运动打扮 却背了一个无脸男背包相当突兀 警方巡逻时发现 无男打扮得很可疑 加上无男脸上的痘痘服和毒品 其实人口的特征 因此上前盘查 一查之下果然发现无男有毒品千科 警方问无男是否还有吸毒 这时无男坦承吸毒 交出无小包共4点多公克的安毒 无男得知自己的背包引起警方注意 相当懊悔 自称早知道不要拿无脸男出来背 讯后警方将他医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